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如果在刚才讲的剪辑的部分剪好了 那我的影片 我的那个有问题的地方 我把它剪掉 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状况 例如说 可是我们录好了这样一个数位教材的课程 录完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的画面给剪掉 我们把声音两个先分开来 所以请在上头右键 把你的声音跟影片把它分开 分离之后呢 说一下材的声音是声音 影像的部分是影像 那我现在如果呢 把我的画面的部分删掉 声音留着 好你看到 想说我把画面这边点它后 用分割的方式 在下一个时间点 点一样的部件 用分割的方式把它切断 好 当我现在把它切断之后 我这一段是不要了 删掉 我删掉之后 我可以在上面这一段再补一个画面进来 让它的画面的部分是可以显示的 可是问题来了 我把我的影像的部分 不适切的影像 我把它剪掉之后 我的声音还在 所以当你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给它东西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空着的 对吧 就空着 好 那我以前的做法 我会这样做 因为我现在毕竟还是在讲这个画面 包含简报也好 如果是电脑操作 那简报比较简单 简报就把这个简报拿进来补画面就好 可是呢 如果是电脑操作的画面 我会这么做 我会去我的这一个影片播放的时候 截取 截取这一个影片的画面当成图片 听懂吗 然后把它拿进来塞 感觉上好像我没有在动作 但其实那个画面已经是照片了 它不是影片 然后等我讲完解释后 它再继续动 我有用过这种方式 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 就是至少你那一段 你不用再去补一段录影档 再来摆进去 用录影档补也很奇怪 好 所以我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先找到这一段 这一段 那例如说这一段是Capture 2的TREC 好 那重点是我怎么截取画面 截取画面的部分 在Candashia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好帮手 它叫做PowerPoint 怎么做很好玩 来首先 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假设 我先开一个空白的页面 这一个 我开一个空白的页面 好 那我先把这里处理一下 好 例如说 我找到这个画面 我就在这个段落之前 这个就是这个画面 我可以让这个画面放大 这里 你就点第一颗 好 两颗的点它 放大之后呢 你可以去拉 拉大它 那当然 最好的方式 你还可以去用全萤幕的方式播也OK 好 那我不要这么大 因为我主要是要录 把它的画面截取下来 好 所以我先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再来呢 好 我们再回到PowerPoint中 等于是我的PowerPoint 如果减号下来的时候 是出现这个画面 听懂哦 你先把画面安排 顺序安排 先这样处理好 好 那在PowerPoint从 PowerPoint的版本里面 从2010开始之后 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插入 插入 插入里面就有工具叫 荧幕截取画面 你把截了你图片就好了 再把进来 听懂哦 可以 所以可以多媒体的软体 互相的应用 好 然后呢 不要选这两个 因为这是全萤幕 我要的是局部 所以我们选下方这一个 画面剪辑 点它一下后 PowerPoint会休息 没了 再来呢 请用滑鼠游标 拉框线 有没有问题 放 回到PowerPoint 它就是一张图片了 OK 好 再来 那这张图片 在PowerPoint中吧 人家又没有在 Kandash中 没关系 右键 右键 选择 另存成图片 好 回到桌面 存起来 后 储存 这个逻辑听了懂吗 所以呢 顺便教其他工具 也就是说在PowerPoint里面 它有这样的一个截取画面 非常的好用 好 那我截取完咯 我们回来 我们再把它塞回去 这两个塞回去 好 塞回来之后呢 利用刚才教过的 汇入的方式 汇入 Informity 然后去找 刚才的这一张图片 开启旧档 把镜来咯 好 是不是就它了 按托放 那刚刚老师有问一个问题说 轨道的顺序 是不是很重要 可以去决定 与物件跟物件之间 堆叠的一个状况 好 那所谓的顺序重要性 在于视觉效果 眼睛看到的 视觉效果 所以呢 以视觉来讲 以这个时间点而言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音讯 没有意义 是听到的 不是看到的 而看到是不是只有这一块 对啊 这一块刚才已经被我给 就是剪掉了嘛 好 那我下方好像还有一个轨道 我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下方是什么 也是神明 所以不影响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如果把这个 这个物件放在这里 就同等于放在这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只有解释说 如果你放进去 后面会整个位移掉 不好看 所以呢 我把它摆在上头的意思 其实是一样的 我预览的时候 还是这一张图 所以呢 当我们在播放 整段的数位教材内容的时候 动的 停的 你看 看得出来吗 时间是比较短了 但是 再播一下 有没有感觉 它就是一下下画面这样而已 可是至少可以掩盖 那个画面空洞的问题 我以前会这样做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至少我不用再补录画面进去 因为补录画面进去 也很麻烦 那就是声音什么的 那你就要再调整 等等 我觉得这个最快 这是最快的方式 OK 来 吃看看 谢谢